奉耶稣圣明正道 主耶稣所拣显所疼爱的大家安息日蒙福 下午我们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 同心见证真神的教会 真神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呢 真神的教会是神同在的教会 那个生病的老信徒说 我要用最好的精神最好的态度敬拜我的神 当他在聚会中这样尊用神 神让他看到了神同在的见证 真神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呢 真神的教会是神看顾神保护的教会 当教会听到了他这个见证过后 就对他说 以后你不要再走路来 我们教会用车去载你 那如果是我们我们怎样回答呢 早都好这样安排了 现在才来讲 我们会不会这样回答 她不是这样回答的 她说不用不用 只是不用 谢谢教会 不用来载我 是在那些比我更远 更需要的那些信徒 她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她要表达出来的 她要呈现出来的 是什么呢 那就是爱教会 她的心里充满着耶稣的爱 爱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 看到别人更加的需要 这是我们很感动的地方 虽然这是简单的一句话而已 可是这个就是爱教会 不让教会 不让自己成为教会的负担 教会的重担 而是不断地 减轻教会的重担 甚至还帮教会来 弹重担 一个刚刚信主的 一个老人家 也没有读什么书 也不会什么圣经 一大堆的道理 他的信仰 他的敬拜 都超越了我们 几十年的老信徒 真诚的教会 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真诚的教会 是神医治的教会 他在痛苦当中 病痛当中 向主耶稣祷告 主啊 医治我吧 主啊 我要去教会 主啊 我很久没有去聚会了 主啊 我要去聚会 主耶稣 这会说你医治我 这种祷告 真的是感动 这些都是早上 安息日在讲的见证 今天下午来的 当然没头没尾的 突然间这样讲 你可能听不懂 但是虽然没有听到内容 但是他的题目 已经告诉了你 你要对教会 有信心 神 主耶稣亲自对教会 承诺 要跟教会同在 主耶稣祝对教会 承诺 要保护教会 要看顾教会 主耶稣 承诺 教会 要医治教会 我们今天继续来 真诚的教会 真诚的教会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什么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里面 到底有什么 我们看圣经怎么说 请看这个 西班来书十二章 西班来书十二章 我们读 二十二到二十三章 西班来书十二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章 二十二 二十三章 二十二 sino que os habéis acercado al momento de Sion a la ciudad del Dios vivo Jerusalén la celestial a la compañía de muchos millares de ángeles veintitrés a la congregación de los primogénitos que estén inscritos en los cielos a Dios el juez de todos a los espíritus de los justos hechos perfectos 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信徒 来到什么地方 来到哪里 acá claramente nos dice 我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真神的教会 也叫做 西安山 叫做神的山 西安山 那这个西安山 也称为 永生 真神的成义 y este monte de Sion también se lo llama la ciudad eterna 真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是一个神城 神的成义 la iglesia verdadera es la ciudad verdadera de Dios 那么这个 神的成义 也称为 天上的耶路撒冷 看到吗 真神的教会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 天上耶路撒冷 里面有什么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 你看到了 有几样东西 什么东西在里面 第一 这里说 有千千万万的天子 有千万的天子 在里面 再来 还有那些 名字记录在天上 那些长子 我们这些书教会 都是长子教会 知道吗 我们不是第二第三 孩子 第二第三的孩子 我们这些书教会 是长子 长子 就是承受产业的 双倍祝福 双倍承受产业的 孩子 我们跟外交 不同的地方 也在这里 那么这里还有什么呢 还有审判中文的真神 这里特别强道 在神的教会里面 有审判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成全之 一人的灵魂 那些得救的 圣洁了的灵魂 在里面 那就是你跟我 那你的灵魂 还不圣洁吗 那不圣洁 你也不能够进来 不能够进到神的城来 能够进来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家里的人 因为要洁减 一边已经干净了 再来还有什么呢 二十四节的时候 还有中保主耶稣 他不是讲主耶稣 他特别强的是中保主耶稣 是什么意思 你就知道主耶稣 今天不断的在看顾教会 在替教会祷告 我们得罪神 谁听我们讲话 谁帮助我们 我们软弱了 我们被罪恶 被魔鬼胜过了 谁为我们紧张 谁为我们替神祷告 这个叫做中保耶稣 再来还有什么 还有这里 还有主耶稣 所洒的血 那个就是救赎的血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是靠血得胜的 靠血 主的血 进入天国的 那你看 单单这里几句话 就已经在介绍 在启示 真诚的教会 里面有什么 这个教会称为 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山上 有一间 真耶稣教会 有我们的教会 那个壁呢 有一间外教会 那中间 那中间 只是一条 小小的路 各开 那一般上 我们听到的见证 就是 我们真耶稣教会 计会人数 很多的 外教会的 计会人数 很少的 我们几乎听到的 见证 都是这样 可是 我现在要讲 这个见证 是刚好相反 但现在 我现在要讲 这个见证 是刚好相反 真耶稣教会 计会的人数 很少 外教会 计会人数 很多 我们有真理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神的同在 有很多神迹奇事 为什么 我们计会人数 这么少 外教会 这么多呢 他们没有真理 他们没有圣灵 没有主耶稣的 生命在里面 怎么会这样子 那就是信徒软弱 那个教会 差不多有 整百人的教会 可是计会人数 十多位而已 你就知道 这个教会 软弱到这样的程度 欺欠主耶稣 那么有一些 爱主的信徒 看到这种情形 一直哭 每次来祷告 机会的时候 就哭了 他们甚至很羡慕 外教会 他们 这么多人来 机会 来敬拜神 有一个老姐妹 老信徒 常常为这个事 来带倒 来哭 常常 放在心里 在哭 那有一天 她 也在为这件事情 祷告 在安息日 主耶稣安慰她 主耶稣 开她的眼睛 让她看到 都坐满了 整个教会 都坐满了 那些坐满的人 全部都是穿白衣的 那刚好 有一位神学生 到那边去试习 那他试习完 回到神学院 去做报告 那个教会 那些神学生 都知道 那些讲员 那些传道们 都知道 他的报告 就说 安息日机会 坐满了 那些同学就笑他 你也不用 这样来欺骗 谁没有到过 那个教会 就算更多人来 也不会坐满 那么传道 老师 他也觉得 有问题 他说 你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说 坐满 这个师系神学生 就出来见证 你没有看清楚 我写吗 我没有说 坐满人 我说坐满 我没有说 坐满什么东西 都坐满了天使 那不是我们人 是天使 坐满了整个会堂 就像刚才 这个圣经说的 我们来到 神的诚意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 那边 这里有千万的天使 在里面 那是圣经讲的 那在我们这个地上的耶路撒 目前还在地上的新耶路撒 也一样坐满的天使 千万的天使 在里面 这个天使安慰了许多人 也让许多信徒 责辞自己 我们在中间来看 好像没有几个人机会 你没有坐满的 你虐欠神的 天使来补满他 你虐欠神 天使没有虐欠神 你坦爱世界 天使没有坦爱世界 我们没有做到的 我们做不足的 都天使来补啊 这些都是个很真实的 真教会里面的见证 真诚的教会 是天上的 属灵的耶路撒冷 里面有千万的天使 你们不懂 有没有听过 中国一个很大的见证 就是在天国忌惠 这个见证 那是教会 要信望的时候 因为已经停顿了几十年 要信望的时候 觉慎让我们看 这个天国的意象 都一样的 里面有千万的天使 在机会敬拜神 就像我们机会一模一样 跟那些已经起司的灵魂 已经在乐园的 那些信徒在机会 那有天使来讲道 有天使在谈那些琴 还有一个是写圣经的 这些都是在天国忌惠 里面有千万的天使 圣经所起司的 一模一样 真诚的教会 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 真诚的教会是神安慰的教会 我们已经讲了 第五个见证 真诚的教会是神安慰的教会 每个人都有他的痛苦 不是说我们信了主的人 就不会痛苦 所以跟你讲 信了耶稣不会痛苦的 我们有时传会 话讲一般 听到的人都流口水 听到的人都 哇 信耶稣真好 我也要信了 信耶稣有平安 哇 信耶稣可以得医治 什么病都可以得医治 甚至讲严重 人也可以复活 我们也有这样的见证 那些没有认真追求真理的人 听你这样讲 他就是要平安啊 祝福啊 没穿没烂啊 这种 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来教会听到了 来信主了 还不是遭受很多苦难 还是一样遭受很多的问题 他就觉得我们是在骗人啊 事实上我们没有骗他 只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 传会说没有讲完全 只是讲一半的 信耶稣有平安没有错 但不代表你没有痛苦 没有泛难啊 外面的人都遭受很多的痛苦 我们一样会遭受到的 难道你不会遭受意外 不会遭受到危险 不会遭受到其他的痛苦的吗 只是我们不同点在哪里 我们不同点 我们遇到犯难 遇到试探 遇到各种灾难 我们有主耶稣的看顾 我们可以遇到教会 我们可以避开这种痛苦 我们可以免去 因为我们的神是安慰的神 真神的教会是神安慰的教会 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2 Corintios 第一章 2 Corintios 第一章 2 Corintios 第一章 3-5 3-5 3-5 4-5 5-5 从这里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神 这里说我们的神就是发慈悲的父亲 是慈悲慈爱的父亲 而且我们的神是安慰的神 是安慰的神 那他的这种安慰呢 是各种各样的安慰都有 为什么他要示我们的安慰 答案在第四节 因为我们会在一切犯难当中 我们会面临一切犯难 甚至在一切犯难的里面当中 这已经说明基督徒一样会面临灾难痛苦的 我们在犯难当中 你没有看到吗 因为主耶稣根本没有允许我们天天天难 主耶稣根本没有这样的允许对我们 所以你不要搞错啦 不要听错啦 他直接的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放心 我胜过了世界 那有一天我们真的 遇到犯难的时候呢 这里说 他就安慰我们 看到吗 我们在犯难的时候 他就安慰我们 但是当我们在犯难的时候 这里说 他就安慰我们 因为真正的教会 就是神安慰的教会 因为真正的教会 就是神安慰的教会 就是神安慰的教会 那我们 如果我们受到 一切犯难 结果感受到神的安慰 我们就能够去安慰 那些正在犯难中 我们就能够去安慰 那些犯难中的信徒 所以我们受到 我们受到灾难 受到痛苦比别人多 有时候我们传到人 或者有一些 爱主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他们这么爱主 这么热心 受到苦难这么多 为什么呀 以前不明白 现在明白 我们让我们受苦难 我们在苦难中 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亲自的安慰 我们的信心 就越发的坚强 越发的坚信 正耶稣教会 当我们看到神的 我们看到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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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到神的 也同样发这种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它 我们甚至可以去安慰它 因为你受到苦难 我们受过了 我们体验过的 这个就是生命的道理 如果一个传道人 没有受过什么苦难 他只会说 你要去访问信徒的时候 你要有信心 你要祷告 你要交托 谁不会讲这种道理 每个人都会讲这种道理 对不对 小孩子都会说 你要祷告 你要热心 你不要灰心 你要依靠神 每个人都会讲 可是当我们受过痛苦 我们去访问它 我们用神的话 安慰它 我们同样一样 讲这样的话 同样的 你要有信心 你要交托神 你不要灰心 同样是讲这样的话 不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就是 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 因为我们经历过的 有生命的 活的那种生命 那种道理 所以有时 神特别给我们的 十字架特别重 就是有祂的目的 真神的教会 是神安慰的教会 有一位老信徒 他人生 家庭 发生了一些 悲痛的事情 我们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基督徒的家庭 也一样会遇到的 因为不方便 所以就不讲 他们的痛苦的事情 这个老姐妹 这个信徒 那段时间 天天以泪洗脸 天天都在哭 这样会去安慰她 她不受安慰 传道去安慰她 她也不受安慰 总之每次 想到这个事情 她就很痛苦的流泪 再哭 你要哭 你哭到什么时候呢 她哭到 眼睛都肿起来 而且已经模糊了 所以她的眼睛 看不清楚 这样哭下去 会吓掉的呀 主耶稣就在天上看 我的孩子啊 你怎么伤心到这样子啊 你这样哭 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主耶稣就是怜悯的神 这里说是怜悯的父神 也是安慰的神 主耶稣就派天使说 你去安慰她 那天晚 那天呢 她在房间 自己在哭 一个人在那边哭 两位天使 从天上 飞到她的面前 然后叫她的名字说 某某姐妹 你不要 你不要伤心 她说我不能够伤心 那天使说 那你不要再哭 她说我不能够 停止我的眼泪 天使说好 那我替你擦眼泪 这时她就看到天使 背后伸出一堆翅膀 天使用她的翅膀 替她骂眼泪 所以她看到这些天使 她看到这些天使 她把眼泪扩了 她把眼泪扩了 然后她把眼泪扩了 那很奇妙 天使帮她擦眼泪 她的眼泪就停了 她跟天使讲这话 说还在流泪 你没有真正的伤心过 你不知道这种痛苦 但是真正的已经痛到心里面 其那种痛苦 那天使就开始成功了 那天使就开始成功了 她一直在享受这种 在主里面的喜乐 然后突然间呢 她听到从天上 有吹号角的声音 那天使对她说 我们要回去了 天上有命令 号角的命令 叫他们回去 我们不知道天上有什么事情 以后我们回到去就知道了 那很过瘾的事 很过瘾的一个天国 那个姐妹 听到天使要回去 要回到天上去 她很快抓住天使 不让他们走 她就抓住天使 说不要走 不要走 再唱诗给我听 再唱诗给我听 天使说不行 我们要回去了 临走时 那天使告诉她 告诉这个姐妹说 你要唱诗145首 为什么要唱145 为什么不要唱111 为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145 依靠耶稣 你要依靠耶稣 你不能够一整天 到天使唱诗给你听嘛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看到天使 我们听到天使唱诗 我们得安慰 我们得到喜乐 这是没错的 但是我问你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吗 这绝对不是我们 真耶稣教会的信仰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呢 是靠主 从悲伤当中 站起来 靠主 胜过一切悲痛 胜过一切的放浪 这才是我们 真正的信仰 好了 你说到天使唱诗给你听 是吗 得到安慰是吗 今晚唱诗给你听 明天再唱诗给你听 明天下午呢 下午再唱诗给你听 晚上呢 晚上再唱诗给你听 后天呢 下个礼拜呢 你总不能够 当天使一直在唱诗给你听嘛 这哪里是我们的信仰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啊 你要哭也哭过了 你要悲伤也悲伤过了 你要得安慰天使 也跟你擦眼泪了 要点响诗给你听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现在就是靠主 路过这种悲伤 更加的清静主 来赞美主 敬拜主 真正体验到 在主里面 才真正在主里面 有平安 有喜乐 其他的事上 都是痛苦来的 都是事假的 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啊 这种信仰啊 这种信仰 你知道吗 我们的信仰就是 是在艰难当中 泛滥中 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 清静主 赞美主 这就是真正的信仰 那么 过不久 那么就是 遇到安息日 这种信仰 然后这些妹 就来教会 跟这里一样 还没有机会 之前我们 全世界 所有大部分 都一样 会前领事 先赞美神 先赞美神 再来 进入崇拜 机会 其实 会前的唱识 就先 一颗赞美的心 那种敬拜的心 那种赞美的心 不是一直来这里 祝福啊 大东西啊 祝福啊 不是一直只是这样 你要先有一个 赞美神的心 感恩赞美的心 大家唱了 好几首诗歌 进入了那种气氛 那种信权的气氛 那种 在赞美声当中 奉主的名 开始祭会 但是我看 一些信徒 没有参加 这种赞美 有时候我们 奉主的诗诗 祭会了 也没有参加 那种唱诗 甚至 也没有参加 那个会前的 那个祷告 那唱诗过的 祷告也没有 他来到时候 已经开始讲到了 有些讲到十分钟 有些讲到 已经半小时了 也有 你的敬拜 不是完全的 你没有参加 前面的赞美 也没有参加 唱诗 也没有参加 前面的祷告 都没有 突然间这样来到 就是听道理 然后就回去了 我顺便讲一下 那他来到 听到那个诗歌 他就大大声 这首诗歌 是天使唱的 这首诗歌 是天使唱的 这首诗歌 他说我不能不伤心 那天使说 好 但你不要流泪 他说 我不能够停止 我的眼泪 他说 好 那我听你 擦眼泪 过后天使说 我们唱诗给你听 那天那个领诗的 弟兄 他唱什么 知道吗 刚好 那首诗歌 他在领的那首诗歌 那是什么来的 靠主消除忧伤 还是 你有痛苦 你有忧伤 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靠主耶稣 来消除你这种忧伤 但那天使 就是唱这首诗给他听 那当然天使 不是在唱华语 也不是在唱西班牙语 天使唱天使的诗歌 但是那个调是一样的 所以他 他开始没有发现到 这个诗歌里面 他开始没有发现到 但当初诗歌 她没有发现到 那是一百四十二首诗 但当初诗的诗歌 她没有发现到 但当初诗歌 她没有发现到 那是一百四十二首诗的诗歌 神运许我们什么 神运许我们太多了 如果是从圣经来看 一章里面 有很多运许的 应该是 甚至是 几乎在十四章里面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读 里面有很多的运许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 那在众多的运许当中 什么是最大的运许 真神的教会 是神运许的教会 那问题是 这么多运许当中 什么是最大的运许 你认为最大的运许是什么 我们看圣经的答案 耶和书第二章 耶和书第二章 我们读二十五节 这个就是 主耶稣所运许给我们的是什么 主耶稣所给我们运许的 就是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最大的运许 这个最大的运许 你跟我都已经得到了 都已经有了的 可是你有认为 这个是最大的运许吗 永生 你认为这个永生 是最大的运许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 有没有这样的认为呢 我看到很多信徒 没有这样的认为 因为都不当做是一回事 你不去珍惜它 我再问你 什么叫做永生 永生就是永远不死 叫做永远的活着 永生 永远没有死亡 那个没有死亡 永远不死 不死是那个不死 它甚至包含了 永远没有罪 没有恐惧 没有悲伤 奥花这些在里面 永远都没有 都是快乐的 今天在这个世上 有什么东西 可以永远的呢 有永远不死的呢 你再成功 再赚更多钱 再几千万的 什么产业 还不是会死掉 还不是要被火烧掉 你自己也会烂掉 对不对 身体会烂掉啊 但是这些还跟我们 还有什么关系啊 这种东西 死人复活是最大的神迹 死人复活还是会死啊 你以为死人复活 复活过不会死啊 拉撒路现在在哪里 拉撒路也不懂在哪里 烂掉了 对不对 你说啊 病得医治啊什么 病得医治还是会生病啊 你病好了耶稣医治 难道你不生病啊 以后过了几年又生病啊 所以这些都不是 最大的允许来的 这些是主耶稣给我们 给我们同在的见证 给我们平安的允许 平安的 可是这些都是短暂的 真正给我们的 最大的允许 就是永远不死 永远在神的荣耀里面 永远在神的圣洁里面 那没有罪你就不会痛苦啊 没有罪你就不会有悲伤啊 没有罪你就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今天有这么多压力 会担心 会害怕 会怕死去 种种的痛苦 就是因为罪 所以罪带来死亡 所以罪带来死亡 永生之子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有一位姐妹呢 从她年轻 上年到年老 都爱主 爱教会 我们有一位姐妹呢 她要被解除 解离之前呢 教会很舍不得她 兄弟姐妹 很舍不得她 在她的病床上 替她祷告 不断地围着她来祷告 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是很热心 在教会死亡 结婚过后呢 有的孩子 有的家庭 还是很热心 在教会死亡 这是她跟许多 妈妈们 不同的地方 以前很热心 有的孩子 在家庭 很少来 不是没有来 很少 什么都是孩子 什么都是家庭 什么都是 没有时间做圣工 什么都推到干干净净 因为我结婚了 因为我有家庭了 因为我有孩子了 那是不是这样 可以不让你再热心呢 我们现在进入到 这个迷思里面去 以为这样就是 堂堂正正的理由 其实结婚不是叫你不爱主 你可以更加爱主 带着一家人 带着丈夫 孩子一起在教会里面 做心 可以的呀 那是什么可以呀 这个姐妹就可以呀 到她年老了 她已经没有力气 去做这些圣工了 她就常常替教会 祷告 传道祷告 替弟兄姐妹 祷告 就是在她的一生里面 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爱神 爱教会 爱弟兄姐妹 这样的信徒 是教会的荣耀 也是主耶稣的荣耀来的 这样的信徒 真的是教会的福气 那么就在大家祷告当中 她就被主席 借上天上去 那些祷告的人都看到 她穿着白衣 升天 而且是穿着一个白色 发光的十字架 不断的往天上升 这个老姐妹 已经很老了的 八九十岁了的 可是看到她 在升天的印象 是年轻的 非常漂亮的 可是她的样子还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 天国都是健壮的人 健康美丽健康的人 没有老人的啦 知道吗 如果有老人 我老的时候 我的牙齿掉光了 我驼背了 有一些是没有一粒眼睛的 有一些是跨脚的 到天国去老老的 眼睛没有看见的 那天国是不漂亮的地方 天国怎么还漂亮呢 有些人跟乎罚 跟人家缺了一眼 跟人家缺了一脚 或人家走得很软 都是健壮 健康 她要表达的意思是 健康漂亮 但她生到半天 在空中的时候呢 回头对那些 祷告的人 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要抓住神的运许 要抓住神的运许 神的运许是什么 要抓住神的运许 神的运许是什么 我们今天两只手 抓世界 抓海宝 抓这个 抓那个 抓得难难的 哪还有一只 哪还有手来抓永生 那有些人有抓住 但是只是轻轻地抓 没有抓稳 轻轻地抓而已 所以这个姐妹提醒我们 在世上的人 我们大家都要 抓住神的运许 神的运许就是 永生 永远不死 怪不得她抓住 那个十字架 我现在明白了 那个十字架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 主的救恩 用水买我们 洗出我们的水 那个救恩 那个主耶稣的救恩 抓住主耶稣的救恩 那就是永生 那第二句话 他对我们说 神不离开人 只有人会离开神 我再重复一次 他说 他免得我们 神不离开人 只有人会离开神 你信这句话吗 你当然信了 但是信了就觉得 好像 哪里神没有离开人 圣经太多记录了 神离开人 太多 哪里说神没有离开人 对不对 你可能会认识 但在网络 有很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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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后被耶稣放弃 耶稣离开他 耶稣放弃他 耶稣放弃他 耶稣离开他 怎么说神没有离开人 我再重复一次 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 神透过这个见证 告诉我们说 神不离开人 你听好 只有人会离开神 答案就在这里 当你看到神离开 那个人的时候 是因为他先离开神 第一次 两次 三次 不断地离开神 离开道理 离开真理 到最后 神放弃他 那神离开他的时候 神放弃他 是因为他直接 一而在不断地离开神 你要看到这个问题 是他不断地先离开神 你不信你看那个参春 为什么神没离开他 因为他从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甚至一介绍他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离开神的道理 离开神的条规 他做这么多事情 哪有一条是按照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条规来做的 没有的 都按照他自己的喜好 你忘记了吗 他是哪些耳人来的 你知道吗 他要遵守一些条规 你知道吗 不可以喝酒 他当然喝酒 不可以把头发剪掉 他照样剪掉了 头发都剪掉了 不可以去摸死尸 他还故意去死尸那边 拿出那个密封来吃 我的天 我就是有力量 我就是有能力 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还是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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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他不断地离开神 离开神就是离开神的真理 离开神的道理 离开神的法规 离开神的法规 离开神 这种例子太多了 有大也是一样 所以神不会离开我们 只有我们人会离开神 就一样 好像教会也不会离开我们 只有信徒会离开教会 所以有些离开了二十年三十年的 到回来 你无论到哪里教会还是在那边 就算帮走 还是在那个地方的 帮走那个新的地方 还是在那边的 教会没有离开你 就会没有离开你 只有你回来而已 神的真理也没有离开我们 神的道理也没有离开 是我们自己离开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听道理 要有分析能力 不要被一些假象迷惑 让神离开我们 你看神不离开我们 其实神离开我们 这样人们骂 毁谤神 毁谤神 这也是个很宝贵的见证 第一就是要抓住神的意义 第二是神不离开人 只有人会离开神 有一天你跌倒了 对不起 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信徒 跌倒了 离开了教会 你不要说神离开他 是他先离开神 是他先离开教会 是他先离开真理 是他先离开主耶稣的道理 神没有离开他 神没有离开他 神的道理还是给他 还是在他身上的 如果有回贪的信 只有你会回贪的信 因为有时回不来 但是有时回不来 但是有时回不来 回不来 回不来 还有点时间 传到讲最后一个见证 第七个见证 真神的教会 是怎样的教会 真神的教会 是神祝福的教会 你要得到神的祝福 你要来教会 你要不来神的教会 又要得到神的祝福 那怎么可能呢 可是有不少的信徒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时间来教会 算了替我祷告 算了我的生意困难 算了我的孩子读书 我们替他祷告要神祝福 要神看顾他的生意 要神看顾他的孩子 可是他不来教会 可是他说我要得到神的祝福 今天越来越多这样的信徒 不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这样的信徒 只要神的祝福 但是不来教会 因为没有时间 理由就是没有时间 无论你什么理由 就是没有来教会 就是没有到教会就对了 你整个事实就是没有到教会 还有什么理由呢 让你不来教会的呢 真神的教会是神祝福的教会 是神祝福的教会 工作讲到也好 行神祝福都有一个动作 有他的那种动作 有他的那种表现 如果这个是最后的工作 最后的那个动作 请问那个动作是什么 有人说是样福音书二十一章 有些东西 有些人说是让人知道 那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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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就是最后的工作是什么 这里说 主耶稣说到生天之前 就举起手来给他们祝福 在祝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正在这里说 正在祝福的时候 他就被带到天上去 这个意象很清楚告诉我们 主耶稣说到祝福 一面祝福一面生天 一面生天一面再祝福 所以很肯定的这是他最后的工作 因为他带到天上去就不在地上了 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 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工作就是祝福 在做祝福的工作 直到今天也正在不断地在祝福教会 我们那边有一间乡下教会 那么信徒那边的信徒是比较贫穷 可是他们爱主的心不输给其他教会 生活虽然贫穷 可是爱主的心多过其他的教会 他们的房子都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教会见得漂漂亮亮 我不是在说台湾 因为台湾有太多这么爱主的见证 台湾常常听到教会很漂亮 信徒很简单 那些山地信徒是吗 我再讲其他的 当然台湾教会这么多爱主的见证 是荣耀神的 可是我要说的 其他的小国家 小地方的信徒 也是很爱主的 我们传道人都很喜欢当那个教会 因为像一个家 回到家的感觉 信徒很单纯 而且很尊重传道 非常爱护传道 不是因为他们爱我们 我们很喜欢去 是他们很有爱主的心 那种爱心让我们很感动 教会 你几时去都是干干净净的 非常干净 那个花草啊 竹树啊 什么花 都有人自动的来整理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吃饱 没事做退休 来教会捡捡草 大家都忙到要死了 贫穷人更忙 我跟你讲 他们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 为了他们的学会 他们更努力的 我跟你讲 可是他们就是 找出时间来整理教会 来打烧教会的 每个角落都干干净净 我们也会打烧 但是你看到 你看得出 那个只是随便做一做而已 肮脏还是存在的 到处都看得到肮脏的地方 这就是有没有用心在做的问题 我有做啊 教会安排 我做啦 烧啦 我也有烧一烧 骂一骂 但是是怎么样的 但是还是肮脏的 这个我顺便讲一下 我很多东西都顺便讲一下 顺便讲一下 我什么都讲 这个也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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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对你们有造就的 也应该有提升的地方 是 para poder 是让我们更好 好 那个教会 有一次 有一位传道呢 跟一个目道者上目道班 教会很大 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传道 一个目道者 讲完过后呢 传道说 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在祷告中啊 这个目道者就看到异象 他看到主耶稣 穿白衣 发着光的 从楼下 走到楼上来 会堂是在楼上 好像你们这里 主耶稣一上来呢 就直接走到 他们两个人 祷告的地方 主耶稣在看 他们两个人 祷告 看完了一会儿呢 他看到主耶稣 这样 点点头 耶稣好像 满意啦 点点头 感谢神啊 好在主耶稣 点头啊 不是摇头 如果主耶稣看了 他们在祷告 那就完蛋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 祷告主耶稣都会 点头 你知道吗 你也不要以为 传到一祷告 主耶稣就听的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我是讲我啦 主耶稣是摇头的呀 哎呀 怎么这个工人 这样祷告的 因为我们有时 我们在祷告 其实不是在祷告 我们是在吩咐耶稣 我们在命令耶稣 难道不是吗 在吩咐他跟我做这个 吩咐他替我做那个 而且哦 这样还没关系 还要照我的方法 这样做啊 没有照我的方法 那就不对的 我就不高兴的 我是不满意的 一定要照我的方法 不是对 你告诉神 你必须要做这些东西 又是还要整个教会 整个主会 来顺奉你 来听你的 那个人的意见 若不听你 就发脾气 不听你 你就不来教会 不听你 你知道吗 意思就一样咯 就是要耶稣听你咯 而且要照你的方法 这种哪里是在祷告 所以有人笑我们说 你们根本是在利用耶稣 你们是基督徒 常常利用耶稣 这计划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是在利用神 还是在敬拜神 我们是在吩咐耶稣做事 还是在顺服耶稣 造耶稣的话 过后呢 他就看到主耶稣 走到讲台来 他看到主耶稣 擠起双手 他是目道者 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祝福 他也不知道祝福是怎样 当他看主耶稣 提起手 要做什么的时候 那个传道就说阿们 结果意象消失了 他就说 哎呀传道 你为什么不祷告久一点 哎呀传道被目道者 祷告太快啊 听到没有 他传道也很厉害喔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祷告很快 我也没有祷告很久 就是照平常这样啊 也没有特别很久 也没有特别很快 你不够传道讲的啦 这个是传道给他的回答 讲起来也是实啊 我没有特别很久啊 为什么要特别很久 主位你特别祷告咯 哎呀传道你为什么不祷告久一点 干嘛要祷告久一点 我刚才看到主耶稣来啊 他全身都是发光了 非常的圣洁美丽啊 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都是光啊 主耶稣来看我们祷告耶 我看到主耶稣这样点点头啊 我看到主耶稣跑到讲大汗 主耶稣激起他都说 不懂要做什么 我要看耶稣在做什么 你就讲阿们 传道听到说 哈利路亚 感谢神 你不知道耶稣 激起手来做什么事吗 我们就翻圣经给他看 我们再读一次啦 五十节 耶稣领他们到 不当你的对面 就激起手来给他们 祝福啊 主耶稣激起手来给我们祝福啊 虽然只有两个人啊 其实主耶稣在祝福他的教会啦 这是我们教会在乡下的一个见证 一个目道者讲的见证 我们今天早上跟小吴讲了七个真神的教会的见证 希望这些见证都给你帮助 对教会重新有一个 以教会为用 感觉到我进入正义的时候 是个非常荣耀感恩的事情 因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在不再相信独一真教会 甚至在毁谤教会 那我还有两三个安息在这里 同样我们安息就是来见证真神的教会 去证明clock 四百五十二手 四百五十二手